全油管最快新闻,洛泰律师事务所代表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向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制片方发出律师函, 要求纠正片中与真实历史不符的情节描述,并向观众道歉。 该片的广受好评和影响力,为传播历史知识和提升国产动画电影质量起到积极作用, 但部分剧情误导观众并伤害了相关地区人们的感情。 洛泰律师事务所组成团队,并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了律师函。 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,很多洛阳的网友认为该片刻意回避了洛阳, 在动画中出现了其他地方的名声古迹,还将洛阳的历史人物故事搬到了长安。 片方表示,长安三万里以李白和高氏的情谊为主线,展现了盛世大唐和传统文化之美。 但律师函的要求将对片方及导演产生影响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